接下来会有bubble的可能性 因为房价在短期内涨30% 20% 40% 这很危险 在加拿大历史上很少见到 所以现在加拿大政府即刻出面干预 那政府就是把这个 这个幅度呢 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的安全呢 就是说给它带到了这个投资者的利益都出来了 大家看到房地产是一个唯一的投资方向 那就吵起来了 吵起来政府不希望这样事情发生了 那就说要再做一个建议 就加拿大政府出面 在4月19号新规章 就是说不让加拿大这个房地产的出现太快的泡沫 那就控制房市 让房市的这个买卖交易扣荡一下 那他就用了一个新的策略 那就是说 第一点 他用什么方法 就说所有贷款人 在用加拿大的那个房屋贷款 那个保险政策的人类可以用 但是他不能说一下取消 他说可以用 但是你一定要合适 审批资产评估 而且五年之内不允许你卖房子 如果你要用加拿大政府的保险 如果你首付够 直接跟银行拿钱 加拿大政府没有参与 没关系 你任何房子都可以买 但是如果说你没钱也想住房子 还可以 但是你要得到审批 严格的审批之后 五年之内不能卖房子 你才可以去接受这个贷款 而且拿到银行 拿到这个政府的这个insurance 那这样一讲 就是说把这一个没钱的人在房市里头 这个炒房的这一个就扣下来了 就冷当冷下来了 那第二点就是说房屋重贷 房屋重贷就是refinancing refinancing是一个在前一段的时候 因为房价在前几年买 比方讲说是这边 一样跟Finch Pemberton 一房一丁17万5 那今年到了今年的头年头的时候 都已经涨到25万26万 那些人就拿这个房子还回银行 refinancing 带大一些钱出来 他有七八万的增值吗 他把它套出来 套出来之后干什么 继续投资房地产 继续炒房地产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用途 那现在的房 那个政府就限制这一种 你现在的房价重房贷款的这种 不允许你贷的这么多 就是说一直按照市价来标 不让你说拿出来套出来那个虚价 所以他从95%降不到90% 但这种比例没人能做得到 早期95%也不是没人能做到的 早期就是银行很保守 65%到75%的贷款 价值是mortgage 30%到25%一定是你的down payment 所以他有一些人可以重贷出来 然后拿这笔钱再出来 来玩这个市场 所以现在政府在限制这个问题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就是买卖 投资 投机的这种房屋 以前早期可以买一个房子 带银行的保险 政府的保险 然后到银行去重贷 拿90% 95% mortgage 拿来之后的出租收到了租金 可以还给银行 不够再补一点钱 等房价增值 这是一种投机投资的一种策略 现在政府限制说 这种一定要高出20%之后 你才可以拿到 那基本上政府就不给了 就如果你不是下很大的down payment 银行不qualify了你 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再买到这种投资物业了 你要下很大的down payment 你才可以去拿到银行的贷款 政府已经不在involve了 以前政府也鼓励你 但是这次竞争风暴 因为太多问题出现的时候 政府就不再承担大家的这个义务了 责任债务了 所以这是第三点 那这是说这一次的房市突然间被政府参与involve之后 重新改立了之后房市突然间停了 不再bubble了 不再往上推了 没有multiple offer了 但是房价还是卖 如果房市可以的话 市价今天的市价拿出来还是能卖掉 只要一市价想multiple offer就很难 所以刚才Fra简介了一下 说有一个拿出来都要multiple offer 最后到那天没人参与 为什么 因为政府这个新政策 很多玩家吞出来市场 刚才讲的几个部分都吞出去了 只有真正的买家 真正的买家永远都不想多付一块钱 是被别人吵起来推起来 他没选择 他一定要付多 现在他有选择了 那就吞出去了 那就在观望市场 但是合理他还买 不合理要高价他就不买 所以市场停下来 那现在就说从这个房市停下来了 好 但是静下来不叫下跌 那第一的就说从这个利率看往后看 利率这次救市是2.25 刚才分析到说 银行配合加拿大的这个利率下跌 但是这个利率下跌的长期下去可以吗 不一定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迟早是要有人承担这个债务 没赚钱 政府也要开支 银行也要不开支 现在是贷款人赚钱 就是说不用还利息 但是迟早这个问题会有改变 但是现在 他在改变之前 现在政府也没办法即可加利息 因为加了利息经济还没有复苏 他不可以把利息加上去 加上去就很多人破产 破产因政府就是一个受害者 就要付保险不像美国 你破产没关系 公司也破产了 保险公司也破产 银行也破产了 但是在加拿大不可以 政府不能破产 所以这个利率的贷款利率现在是很好 而且接下去会不会涨一点点 会 但是不会大涨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indication 如果你是一个房地产有兴趣者 你现在借助这个机会利率很低 对你作为房地产的使用投资 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这个市场也是一个plus 那就说再有就是现金回报 所有有现金的人存放在银行 因为mortgage的利率都减到2.25了 后来银行配合政府 把利率再减到prime减拿mortgage 那你想想你的现金存在银行里 他都拿出去贷款的钱都没有赚到钱 他会给你钱吗 所以都在零点几的利率 现金的存放 这零点几的存放的利率 还要缴income tax 基本上有现金存放在银行的自己 去年到开始到现在往后走 基本上是没钱赚的 是等于摆在银行帮银行脱市而已 你的钱都在没增值 而且inflation来的时候 币质贬值 你还在赔钱 所以这是一个策略 就是银行跟国家同时进行这种策略 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都没有人收利息了 你的钱也不能收利息 对不对 你也不能高利息 那怎么办 这个钱摆哪里 要么你就继续摆银行 要么你就给它推出来银行 推出来银行 你自己摆在哪个位置 你自己选 所以这个现金的存放回报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钱人觉得 钱拿来去买掉花掉就好 但是钱多了 根本吃不完 用不完 那个现金摆哪里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supply supply这一次房市的supply 在短期内 这20年来世界的经济发展很快 大家都知道中国 特别是中国发展很快 那美国当然了 加拿大周围都很快 这个时间呢 就是说这个经济的增长太快的时候 大家需要什么 都不是说买完卖完再给钱 都是一个credit信誉 国家对国家 银行对银行 公司对公司 建筑商 特别在加拿大里 credit更严格一点 在加拿大建筑商拥有土地 不可以盖房子的 没钱 政府不给政府不给钱 银行也不贷款 直到他这个土地的规划好了之后 卖掉65%的房子 才能拿回去银行抵押贷款 那这次金融风暴 把这个credit突然间给他打掉了 就是破产了 那就很多这个发展商的这个资金来源 突然间有问题 好多project在去年全部取消 Blue One 是吧 那个贷款的那个不就趴下了吗 大家都知道那个炒了在排队 排了七天 一房一厅 从三十几万开盘跳到五十几万 还都抢完了 最后Lemon Brothers 他的那个资金贷款人 Lemon Brothers破产了 那个project就死掉了 现在又说重新玩回来 但这个就是在当时发生这个问题 supply突然间断掉 像那种状态在加拿大 短期内全世界很多发展商 都有这种面临的问题 加拿大这边呢 这样下去就说supply会有问题 没有那么多 不像前几年大量supp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